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哥先接触到电商 后面我们两个人萌生了 创业这个想法 每天的话工作都是十几个小时 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交 17年的时候才慢慢有了起色 做了最好的一个月 有30多万的销售额 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 有一百万这样子 我们就开了第一家天猫 大研是一个全国最大淘宝城 这边的电商氛围非常好 招聘也比较有益 团队发展到40多个 从50平干到现在1000平 有一个员工他是17年加入的 跟了公司5年的时间 从仓库打包3000块钱 干到现在公司给他买了一套房 我觉得是互相成就的 因为一个员工跟了我5年 不计较 我觉得这样的员工不能亏待 所以我们今年 我觉得年轻人来说面子不重要 你只有你自己值钱了 你才有可能赚到钱 这刚出来就是特别在乎面子 面子东西千万不能够看太重 对吧 你面子值几个钱啊 我们是穷人家的孩子 别人拼电我们拼命的 那我们身后就是悬崖 我们身后就是有老虎追着我们 我们一刻不敢松拾的 但松拾的 那掉下悬崖就没命了 当时读大学读了两年 然后没有钱交学费 每到周末我们会到处去找兼职 每次去个地方都不要我 缘缘巧合吧 那是我女朋友嘛 订这个衣服的 然后我就问她 那她生意好吗 挺好的呀 那我就一发不得收拾 然后我就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去百度 如何上架产品 三年 整整三年亏了三年 所有我们行业的人 都是一个负面情绪很大 我往往是认为 这种情况下更是机会 所以我并没有去躺平 我不但没有躺平 我反而还一直在招员工 我没有拆一个员工 还有一个同事呢 他这里工作挺多年了 今年刚过完就回来 他就说 今年想买房子 我也是非常支持他 非常认可他 能够把这些人生当中 必备的东西能够满足了 我认为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以前我是为我自己奋斗 后来公司也发展越来越大 是一个大家庭 希望他们也能在这里 实现自己的价值 未来呢 我希望团队的每个人 能够挣更多钱 他们是我一个人生当中 不可欣赏的一部分 都可以 能玩出马鹿 一门 都在我们上 这到我那边 一门 在那里 在那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